歡迎收看小明星 有时候或许是一个 生死一瞬间的考验 到底在关键时刻 你要怎么靠一些智慧 还有一些灵感化解 眼前的难题呢 我们今天来听听看来宾们 他们智慧的分享 好 马上先来请到第一位 是我们演员君君欢迎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君君 艺人阿本欢迎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本 好 艺人艾婷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艾婷 智商心理师佩音欢迎 嗨 大家好 先来问君君 因为你刚刚历经了一场劫难 对 很开心去旅游 居然这个shopping到了 我们医院去了 对 因为我跟佩颖 就是还有另外一位伙伴 我们就是三个人 去了埃及十四天这样 然后到了第七天的时候 我开始就觉得 有一天下午 突然觉得胃很痛 我就不以为意 我想说等一下吃的东西就好了 然后第一天还好 第二天就发现天哪 吃不太下了 就是你知道一吃东西就肚子痛 然后那个痛感是从胃 就是慢慢往下移 然后第三天 就再往下移到肚脐了这样 然后我一路就是一直在玩 就是一直在忍痛 对 一直在忍痛 然后我用吃止痛药的方式 就是一直就是 对 就是痛我就吃 然后就继续玩这样 然后到了第四天 发现那一天有点不太对劲了 就开始在发烧 然后有出现一些幻觉 看到法老王 我看到比较美的 因为他们会 我们中间会休息嘛 我就回去饭店 就是不舒服 就稍微躺一下 然后我就眼睛睁开的 我就看到一个埃及的女生 她就蒙着面 然后跟我讲说 你看我这样手漂亮吗 那个图腾漂亮吗 这样 然后就说 好漂亮喔 那这个要怎么除掉啊 然后当时我的女伴 在我旁边嘛 我就这样看着她说 这要怎么除掉啊 然后我女伴说 什么怎么除掉 我说你刚刚不是说 这个图腾很漂亮吗 然后怎么除掉 对 然后她就说 你在说什么 所以 然后突然 我就突然间 又切换到她的脸 就说 刚刚不是这个人 那个埃及女生呢 对 女生呢 然后我说 应该是我太累 或是我在做梦吧 我就不以为意 所以你真的有看到 而且很清楚 很清楚 而且我眼睛是张开的 然后当天晚上 其实我跟佩颖已经约好 前一天晚上已经约好 我们当天晚上要去 洗土耳其浴 然后我们就是 约了出发 坐车到那边 我已经痛到 已经蹲在原地 然后我就一直听到旁边 好多人在跟我讲话 然后佩颖就说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烧 我觉得好冷喔 我就一盖着那个帽梯 然后一直发抖 就觉得好冷喔 所以我们就一群人又到那间医院去 然后进去之后 佩颖就跟他们讲说 那个我朋友不舒服 赶快 因为没有人来理我们 当时是没有人来理我们的 佩颖就跟她说 我朋友不舒服 要不要给她一个位置 或是给她一个床躺 然后才躺到那个病床上面 这样 急诊的病床 对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在那个交涉的过程当中 她当然那个保险员 她就来啊 然后跟我们说 你们是住在那个万豪酒店 因为五星级酒店都有配当地的一个医生 所以他们就共同来会诊 所以急诊的医生啊 然后然后饭店的医生 跟当地的那个 就是真的是肠胃科的医生 五星级酒店都配个医生 然后一起来 对 他们就把她召唤来 然后确认 然后跟我们解释 在那个会诊的过程当中 压压压压 就几乎要断定是蓝尾炎 对 然后她也告诉我们蓝尾炎 接下来他们要进行的 腹腔手术是什么 然后要进行什么样的检验 然后那交涉的过程呢 就有一个白人的保险 保险员来跟我们说 你们是什么国家的 然后你们有没有旅游的保险呢 我们就说我们是台湾 然后有旅游保险 然后后来他第一个开给我们的数字 叫做 如果你们要动这个腹腔镜手术的话 需要药价一万欧到一万两千欧 一万两千欧 然后诊疗费跟那个检验费 又是另外的 所以我们想说 哇塞 那这样 一万两千五百欧 合台币要四五十万 我们可以盖一个金字塔 对 据当地人的说法 这已经可以盖一个医院了 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说 那就开始查飞机的机票 因为第一个就是这里是埃及 我们不确定他的医术跟技术 第二个是这个价格 在以埃及的物价来说 他太夸张了 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说不了 我们要就是赶快找机票 要回台湾去 然后后来这个 就是这个保险业务员 他又很紧张地又去了 又回来就说 我跟我们总经理谈过了 所以你们这个价格 总统我告诉你们三千欧 三千欧全部 从一万两千欧到三千欧 这也跳得太快了 到三千欧 直接砍了四分之一 然后我们就更傻眼在那边 对 然后我们心想说 可以这样喊价的 而且我们从头到尾 都没有跟他杀架的意思 他自己来跟我们降价 然后后来我们还是很紧张 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也有跟台湾的医生 有一些就是讨论这样子 对 其实我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要出发去那个 土耳其应的时候 我已经在跟台湾的 我认识一个肝胆肠胃科医生 跟他讲说 我肚子肚子痛了好几天了 然后他就用语音跟我说 你旁边有没有人 你帮我按一下哪边痛 然后用力放开 你知道用力放开 那你知道我弹起来 我说太痛了 我说我们查了一下 好像什么是胰脏炎 还是胃炎什么 他说不是喔 如果是弹痛 是腹腔炎 腹膜炎 对 然后我当时 我也不知道腹膜炎是什么 我想说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我就还是去了这样 然后到医院听到那个 一万多欧元的时候 我直觉是想说 不要开 不要开 我们回去好了 然后他说降到一千 一千欧元的时候 后来三千欧元 三千欧元的时候 我想说三千欧元是多少 他说是十万块 我说这样好像有好一点点 可是我当下想说 不对啊 这样是对的吗 医疗可以这样降降吗 四十万到十万 对啊 太可怕了 要降这么多 会不会摘我器官啊 我说我不要 可能少缝两针吧 因为这个差价 他可能卖我的肾去抵押什么的 对 我就会有点危险 我说而且医疗的技术 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觉得好像不行 我怕 真的蛮恐怖的 对 但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 在红海省 你要再回开罗 然后你要再杜瓣 然后再转机 总共要四班飞机 历时三十个小时 对 我觉得对君君来说 因为他前面已经折腾好几天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心疼 然后我就抱着他的头 我就说 君君你要不要问问 你的内在神圣的声音 这时候你到底要怎么做决定 然后你说什么 我说我内在没有声音 他只有很痛好不好 很痛 现在有救护车的声音 那时候其实决定很困难 因为你说三十个小时拖回来 那个过程发生什么事情 谁可以负责任 压力很大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他的那个医生讲了一句话 让我觉得真的不能回去 因为他说君君痛成这样 搞不好会被拒绝登机 然后再来是其实他后来 其实他们当地医院 其实已经帮他做了那个超音波 发现已经有附水 然后医生就一直强调一句话 因为当时候台湾医生说 那你如果要赶回来的话 你可以跟他要抗生素 我们原本要跟他要抗生素 医生就说不不不不 不可以 然后他就真的强制把我们留下来 然后后来这个暖男医生 他真的其实后来才知道 其实医生有很大的决定权 他就讲说没关系 全部一千欧 我们算你一千欧 这我们的医生后来出现了 对 一千美金 对 一千欧 结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就变成一千美金 给了两千块台币 就不晓得 等一下你们是在医院 还是在秀水街 我怎么认不清楚 天啊 这下钱也掉太多了吧 结果还好送的 其实说实在是不是五百美金 都可以出来了 不晓得 送住宿 对 住宿品质其实很好 他住宿然后最后还寄乘车 送我们回去 其实他的服务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 对 因为事实上只要三百 所以以当地人来说 当地人大概是三百块美金 真的喔 对 我觉得外国人贵一点点 我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没有缴税 可是他就是一路降到这个价格 其实真的是有点太夸张 然后我其实也是 就是后来 其实跟当地的一个医生 去聊这件事情之后才发现 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 如果任何一个病人来到埃及的医院 因为太贵 然后医生不愿意诊治他 医生是要坐牢的 这是在埃及的法律里 是有明定的 所以其实医院对于我们不做 这个这么紧急的手术 他们自己本身也很紧张 再来第二件事情是尼罗医院 或者是那整个红海省 是一个非常的观光胜地 然后他们其实每一个月 大概一个医院或诊所 可以从观光客身上获得五万块欧元 医生有八%的佣金 对 所以其实医生是真的可以决定说 他要用多少钱诊治这个病人 所以这真的跟逛夜市的概念是一样的 先出嫁 那我们要记得杀架 对 从三分之一开始看 那个价格是要给我们杀架的 但我们都没有要杀的意思 因为如果太贵 我们不看医生他们会坐牢的 对 所以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真的是杀架 对 我们完全都可以杀架了 好了 现在平安回来就好了 对 而且那时候 我觉得很感谢那个医生 他用英文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痛到 我完全没有办法听他在讲什么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你撑不久了 我告诉你 你已经出现覆水了 你再拖下去会败血症 而且你现在已经在扩散了 你没办法撑回台湾 相信我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能力 帮你把这个钱降下来了 我告诉你 你撑不回去 我是为了你的生命安全着想 你听懂了吗 真的 我想说 他真的很严肃 他说这么 不是为了8% 是为了他生命安全 他是生命安全 所以今天学到一课 到埃及医院 一定要记得杀架 先请广告 好 那么进了手术室之后 你开始害怕 因为他们进行的方式 你感觉怪怪的 对 你知道一进去之后 有三手术 那么大的手术房里面 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有一个床 然后登三个人 一个女生是大妈 然后她带着那种诡异的微笑 然后我就说 这是我是什么 我觉得很可怕 然后我就另外第二个人 我就眼神找到第二个人 他在弄那个仪器 然后他整个全部绕筛糊 然后一不苟眼笑 眼神非常的那个 严肃 对 严肃 然后这样看着我 就是也叫我躺这样子 然后我就默默地躺上去 在场的有两个人 后来又走了一个人 是医生 他就穿刚刚那个衬衫跟牛仔裤 这三个人都没有戴手术帽 然后没有穿医生袍 三个都没有 都没有 也没有穿手服 手套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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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我好害怕 我就躺在那边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就看到有个人走来走去 那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 他是医生 走来走去 然后我就一个大妈很可怕 然后那个杀人膜也很可怕 我只能求救那个医生 我说我怕 我怕 然后他就来握我的手 他说不用怕 不用怕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正在跟他求救的时候 我的脸就这样被转过来 然后他就把我戴上那个氧气罩 我以为他是那个氧气 对 不是 麻醉 他是那个笑气 我就是一直在挣扎 他就一直把我帮住 然后给我印稀 对 印稀 然后一吸 我就昏过去了 就睡过去了 他麻醉的方式也对了 好恐怖喔 这恐怖片的情节 真的是恐怖片 麻醉我当时的伤口 你也在外面喔 对 我有在外面 我在外面帮他念经 你真的 他说应该要活经 还是埃及的孩子 我想说我还活着念经 他说他在外面帮我念经 我想说我还活着 活着有活着的经 而且他是活着来救你好不好 好 你说这个可以都让你抛去了 所有的羞耻心 对 因为手术完之后 我一醒来我想说 因为那个手术房一醒来之后 我就看到那个天花板 它是一个好像一个教堂的 那个照片这样 然后就说我在天国了吗 对 我当时想一醒来 我就只看到那个画面 我在天国了吗 然后旁边那个我朋友就来 看我醒了 说你醒了 你现在还好吗 我说还好 我说我想尿尿 然后他就说 因为男生嘛 那个女伴男生 他就说 没事 你尿你尿 因为他旁边有装那个尿袋 你尿你尿 我说 是喔 好 然后觉得不对 我的尿尿的地方 好像没有痛痛的感觉 应该会有痛痛的感觉吧 然后就说 我看一下 我就把它翻开 就是三个洞 然后尿袋 他说的尿袋 从这边这样倒出去 我尿尿的地方在这里耶 我想说 我想说 这不是尿袋耶 这是排血水的 我说还好我没有听你的尿下去 哇塞 天哪 要不然那天 我是月经来的第二天 然后肚子都是血水 然后又是筋血 那个床都是血 然后还好 如果我再尿下去的话 那个病床我就是 很复杂耶 味道很复杂 对 那一天已经没有洗澡 他说我一个礼拜不能洗澡 所以我后来的 所有的清洁工作都是 就是本乡姐来 对 一个男生帮我翻身 然后一个帮我擦澡这样 对 你知道病人是没有 不能有羞耻心的 我就直接摊那边 给他全部擦到底这样 哇塞 你们三个人 这个真的是冒险计 对 这边擦的时候 我还一边问佩颖说 这样我们算是有革命情感了吗 然后佩颖就说 命都快隔了 还没有革命情感吗 发生这么惨烈的事情 你们后来的行动 居然是继续玩 对啊 我一定要说一下许君君 真的 许君君在那个很痛之前呢 因为他就会觉得 真的很不好意思 佩颖我们这样子 我们都没有办法让你玩到 不然我帮你拍照好了 我帮你拍照 然后他就 来 这样 他就一直抱着自己的肚子 然后还是很努力要把他 帮子怎么摆得出来 对 然后他们心想说 好了好了 你够了 可以了 这样醒了 因为他其实是震痛 震痛的时候我就是忍住 然后说给我五分钟 因为震痛大概是五分钟 五分钟过了 我又回来了 快快快 来 这个很漂亮什么什么的 对 对啊 其实我是一个蛮乐观的人 当时我躺在那个 病床上的时候 我还 就是他们断定说是蓝尾炎嘛 我还搜索了一下 就是蓝尾炎好发是年轻人 这样 然后我还跟他们说 你看 那个蓝尾炎好发是年轻人 我是年轻人 好乖 好乐观 好乐观 会是蓝尾炎 对 他们完全就没有想要理我 这样 然后出院 我当天凌晨手术 不到八小时 晚上八点我就出院了 然后中 对 中间我还就是一直在 在练习走路这样 就是一直在练习走路 对 要动啦 要动 然后出院的当隔天 我就开始玩了 因为他真的很敬业啦 就是会帮一些厂商 就是拍这样的照片 对 拍照 然后你看我的手 其实这边还是有那个 那个贴布 针孔的那个贴布 然后已经开始就是 这个很漂亮 不要浪费每一分每一秒 真的蛮漂亮 对 因为一路奔波 即便回到开了 我还是每天要打扮得 美美的去拍照 就是看不出是生病的样子 然后买了十个名牌包 因为差点买不到了 他感觉身体疼痛 但心里是开心的 对啊 对啊 因为你看你活下来了耶 你要享受每一分每一秒 真的 必有后福 从心理智商师的角度 你来看 他有什么状况 或多乐观 就是很不 就是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因为那时候我后来 其实有点生气 其实又心疼又生气 我就说你怎么会吃止痛药 吃得这么习惯啊 然后他就说 因为我们演员的工作 其实就是要很合群啊 要尽量配合大家的那个行程 你现在不在工作 你在旅游耶 对 而且他就说 已经习惯了 他还讲说 我就是要讲信用 我答应你要一起去按摩 我就是要去按摩啊 不然这样子我不信用的话 我以后人品怎么办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哈啰 小姐 你在旅行 好吗 OK 后来我就就是真的 他手术完之后 我就是当然回到饭店 我就开始冷静想了这件事情 你就会开始 就很多东西就反除回来 然后我就发现 这其实就是创伤后的一些 急性的症状反应 然后我就觉得说 其实真的真的很怕 你知道真的很怕 他就这样没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相聚了等等 你知道就是想起来就 有点那情绪是很复杂 就是又害怕又欣慰 然后又难过 如果我当时真的选择回台湾的话 我应该就死在飞机上了 你为什么想这段还在笑 已经过了 没有关系 那边很后面就 给我最高级的飞机 然后继续吃 我还跟我那个旅班讲说 跟他们讲说 如果我真的这样走的话 那你们人生里面忘不了我 好可怕 天啊 幸亏是平安归来 这个变成一个很难忘的回忆 但是真的每一步以后要很小心 真的 我们先进广告 好 旅游碰到这么紧急状况 该怎么办 阿板你说你也曾经帮一个朋友 他是在泰国旅游的时候 紧急出了问题 没错 我觉得这个也是那种 生死关头的时候 我觉得跟刚刚那个医生讲一样 就是你很怕做了一个什么决定 结果万里影响他一辈子这样 我那个朋友呢 他就是去泰国的播水节 他是要一个放飞自我的旅程 所以他怎么样呢 他一个人去 然后就是玩了大概三天的时候 他都陆续有时候会传一些照片 因为一个人去无聊 所以会传一些照片跟我分享 说外来看这也好漂亮 这也好好玩怎么样 然后有一天 那天我好像记得很清楚 因为我刚健身网 就收到一张照片 十一点多 然后就是他 好像在马路旁边的照片 然后我就想说他在闹我 因为他有时候会传一些好笑的 这样 我想说他是 我想要这么早就喝这么醉 给我躺在马路边这样 后来我认真看他觉得 你怪怪的这样子 因为那个角度不是很对 然后就看他角的那个形状怪怪的 我想说 我说你怎么也出车祸了吗 然后他就没有回 然后我就等 然后又打电话 都没有回这样 大概过了十五分钟 他才突然接起来 然后就说我出车祸了 这样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因为那时候泰国的泊水节 太多人就是根本叫不到车 所以就骑那种摩托车的计程车 然后他搭在后面 然后那个司机骑摩托车 有戴安全帽 可是乘客没有安全帽 所以他就在骑的过程当中 就是有一台车 从他脚这边这样撞过来 所以他的脚就是骨折 然后有点扭曲 然后那个车子 然后那个地方车水马龙了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一接他电话 我就跟他说 好 你现在先什么都不用 什么都不要太紧张 不要太害怕 然后你把三件事情做好 就是钱包 护照 手机 收好 放好 塞到内裤里都可以这样 因为我不知道说 它是一个什么状况 是真的车祸 还是是掳人勒索 还是他车祸之后会被怎么样 或是路人会抢他东西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 在状况不明隔海的时候 我就想要完蛋了 我怎么帮他处理 然后那时候一挂掉电话之后 因为他后来又突然又挂掉了 因为就在现场很混乱 然后有救护车陆续到 所以我就说 你就开始录影 就所有东西都把它录下来 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给我台湾 有去泰国玩的朋友 后来还好发现就蛮 因为刚好是拨水旗 所以很多人在泰国玩 然后就开始紧急处理这样 就觉得说 也就是大家都在国外 然后虽然都不认识 可是都是台湾人 所以大家就会比较有同理心一点 我就拉了一个line的群组 我就直接当专案在处理 然后就开始 然后就里面line的有我台湾的朋友 因为我台湾的泰国的朋友 然后有在台湾的泰国朋友 就是各种的都有 然后有空姐 然后有有医生的什么家人等等 然后就拉了一个很大的群组之后 我就开始分配工作 给大家看一下 那时候那个群组就叫做 我朋友那个什么 商兵救助会这样 对就很快的就譬如说 这个我打这右边就是我打 就说好快点车祸的记录跟球场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要做好记录 然后所有的医疗记录跟文件 跟诊断治疗都要带回来台湾 如果到时候要治疗的时候 看他们做了什么 做错什么 做对什么 台湾才可以接续 然后台湾的保险是不是意外险 然后当地是不是可以申请 哪些理赔资料等等 都要把它准备好 然后开始就分配现场的人 因为有台湾的朋友 就去到医院看他了 然后就开始帮他做申请 然后做调整 然后后面就开始 把他妈妈拉进来这样 然后就跟他妈说 大约十一点发生车祸 十一点五十送到医院 小腿骨折打麻醉指动 你怎么这么清楚 没有 因为我就是一直在问他 然后我朋友一到 就叫我朋友再去问医生 然后陆续很多人来说 我就把它整理成一个 很完整的资料 然后再开始去咨询 然后帮他打那个 那个台湾的办事处 然后但是有一点尴尬 就是台湾办事处 听到整个状况之后 他们就说四个字就说 请多保重 那时候我说 我当然要保重 对啊 然后他就我就那时候 可是因为那时候 可能是因为我们弄一弄 已经晚上十二点多 已经凌晨了 所以就他们也很难 即时的做什么处理 那我们就自己真的是 从晚上十一点到隔天的六点 这中间完全没有睡觉 很紧急的在做各式各样的处理 然后所以这边就开始分配 比如说我们台湾的泰国的朋友 他会讲中文又会讲泰语 就可以去跟当地的泰国朋友翻译 然后看怎么跟车祸的 那个肇事方留资料等等 然后就一路这样做处理 对这个是第一张他传给我的 所以那时候我看不太懂 什么东西这样 对啊 以为是 真的看不太懂 后来才发现那个角度怪怪的 然后后来就开始陆续送到医院 那送进去检查 发现他的小腿断成三脊 就是你现在就开始 因为发生三脊之后 你一定要赶紧做处理 因为不然他开始肿 然后里面开始有血块等等 那你都会不知道怎么治疗这样 就会开始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难治疗 那当地的那个医院呢 他可以开刀 然后是十五万台币 十五到二十万台币 但是他如果要开刀的话 要等两个礼拜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公立的 因为要等很久 好 你有另外一个选择 他们会派专车来载你到一个 私立的医院 那当天或是隔天 就有机会做开刀治疗 但是要八十万到一百万台币 然后就当下 其实我们还在想怎么办 然后还好还好问 因为根本没有 如果我 如果要留在哪里开刀 也没有那么多现金 然后说十五万可以刷卡什么 就开始在想各种办法 那后来我就查到一篇文章 是有一个人他分享 他在国外骨折的经验 他的确有上飞机 到回来台湾做治疗 所以就开始 大概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开始思考这个可能性 因为泰国很近 就干脆回来台湾 因为三十小时 然后就开始问空姐 他们说 如果你没有大量的出血 医院有开证明 我们就可以让你上飞机 所以后来就 在凌晨三四点就决定说 好 那回台湾好了 可是我虽然这样跟他讲 可是我其实心里 很怕 我其实心里超害怕 就很害怕 你飞机上过程怎么样 然后又耽误了 或者是他在车子的过程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他很幸运的是 他虽然一个人去 可是很多台湾人在那边 所以后来有台湾的朋友 去他旅馆帮他拿东西打包 然后有人帮他申请证明 然后有人带他去机场 坐商务舱回来 然后最后很幸运的就是 他就回来之后 就顺利的直接送医院治疗 就直接开刀 然后才接回来 现在就可以这样 这样走路 目前还在有点长短角的状态 那个要一点时间不远 还好那个群组大概就十几个人 然后就很多人 大家一起帮忙 可是我也觉得蛮感动的 因为其实里面大概有一半 是我也不认识的 是朋友的朋友 然后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二 是我那个车祸的朋友 他也都不认识的 然后就那些人就是 大家换的一件真心 对 所以我觉得经历过这些 事情之后真的会看事情 会比较正面 就因为我们都挺过来了 对 真的好 你自己也碰到 今年的一个状况 你健康出问题 既然年初的时候 医生说你非死即残 请问这是哪一个国家的 医生说的 埃及 要去埃及 要先撒架 是台湾的 台湾啦 其实我那一年初的时候 我就突然有那个头 很剧烈头痛的状况发生这样 然后发生了之后 我想要去检查 然后检查其实头痛 其实头痛 其实很难检查出来 因为你有太多种原因 可能会去形成它这个症状 所以检查了很久之后 就照了断层扫描 然后又回头照断层扫描 打携影剂等等 最后在检查大概两三个月之后 医生就说 好像有发现一些状况 然后我就坐下来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 你这个对 应该是有动脉瘤 然后你接下来就是 非死即残这样 我说 什么 这医生就这样讲出来 就是这四个字 就是这四个字 然后我说 我一下子有点接不上来 你知道 我说什么意思 非死即残 这个话很难接 对 然后他就说 就是你听 他以我听不懂非死即残 他说就是啊 要不就是会死掉 要不就是你会变成 植物人这样 我就想说 我听他怎么会去现场 我让他吹死了 然后我就一度怀疑说 是有吴宗憲 憲哥在后面吗 因为很像他的整人节目 你知道 医生带了一个那个 然后宣布一个什么 奇怪的消息 然后就看他没有耳机 我就 我有一点 就是怎么讲 我整个人 就灵魂跟那个身体 灯出 我真的灯出 因为想说 接下来怎么办 对 然后我就说 那我要做什么 要吃药吗 还是说要开刀吗 还做什么 他就说 现在还不用开刀 因为开刀风险更大 因为要开脑 然后就是等啰 你就等 我就说等什么 他就讲的非 不是这样 这样就这样子 就两手而已 对 就是等那个样子 真的 然后我就 还真的就 他就说好 下一位了 然后我就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下一位 然后我就 我就傻在那个 因为大医院嘛 我就傻在外面 坐大概半小时吧 我想说那怎么办 他就只好去批架 这样还是开副 我起来就要副 但副完之后 我就开始 当然问很多朋友说 如果遇到大脑有动脉瘤 这种状况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然后他们就开始推荐 我很多不同的医生 然后做不同的检查 然后后来就去了一个 脑神经全危的医生 别家的医院去检查 那检查的时候 他就真的是 我以为他会比较 没有那么重益 就还是讲了一个 其实他 他我那时候一检查完之后 他就说我的大脑有一个 状况是有叫楼管 就是我的大脑的动脉 不知道为什么接到静脉 所以大脑动脉的那个血流 血压会远大于静脉 所以他 我就说那会怎么样啊 是会头痛 就头痛是这个造成了吗 他说有可能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你的眼球会爆出来 我就说怎么会爆出来 我说好健康 我说 等一下 我说 我说医生 医生 医生 收工了 收工了 我一直瞇你 我是说是会有眼 就是充满血丝吗 还是怎么样这样 他说不是 就是会爆出来 我就想说 好惊悚喔 所以那个 那个是一个 阶段性的检查结果 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样 所以他就说 你这个其实蛮严重的 你要赶紧照血管摄影 对 然后就是要去躺在那里 躺大概两天 然后从动脉那里注管进去 然后再伸管子进去 然后再打心一架 做很仔细精密的检查 那其实那时候我就 其实就躺着不能动 因为他从动脉 动脉很容易失血过多这样 那最后就是 检查完的结果 我觉得 你做了这个检查吗 我做了这个检查 那检查过程其实蛮顺利的 就蛮幸运的 因为当然他那个检查 也有风险这样 那你如果稍微 空气跑进去以后 可能会脑中风啦 或怎么样这样 所以蛮煎熬的 那个过程当中 我得到这个结果 就是他说 现在的动脉瘤 没有到那么大 但是因为他 那个刚刚讲的 那个血管的问题 没有预期中的那么严重 可是还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他的那个动脉瘤 是接到我左眼视神经的供养 所以我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我选择开刀 那开刀的几率其实 他的风险也是蛮高 可是我如果很顺利的拿掉之后 我还要面临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我的左眼的供养 是从那边接上去的 所以我左眼可能会开始 有一点失明 所以另外一个抉择就是 他就说那你就 要不要就是放轻松一点 然后生活压力不要太大 然后跟他和平共存 跟他共存 所以就是我就把工作辞掉了 所以你的选择是跟他共存 所以后来我就是选择说 我觉得 其实那时候我躺在病床的时候 我隔壁就是一个老爷爷 然后他就真的晚上都睡不好这样 然后他每壳一口痰 都需要友人去帮他处理这样 那我那时候还在抉择 我想说 可是我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幕后工作做了七年多了 也是高阶主管 那我想说 我要现在就这样放弃吗 再撑一下也许可以 那就是躺在那里的时候 你就是人就是这样 就是你躺在那里的时候想说 算了啦 就是放过自己好了 就是轻松一点 所以我后来就那个时候 就决定说 好 我就好好的跟他和平共存 他不会再变好了 可是不要让他变坏 然后所以我现在就变成 自己把自己的时间调配得很好 然后幕后工作 我就转成是接案的形式 我就比较好控制 所以如果压力不要那么大的话 其实它是 它就可以跟他比较和睦相处 对 所以就是 我除非是现在压力很大啦 或者是真的熬夜很辛苦 什么才会开始有一些症状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就是都好好的这样 所以你人生现在有个新的体悟 我觉得真的是 该买名牌包的 该去玩的 你应该要跟我当好朋友 我买了一个牌包 我买了一个丁 我讲真的 我人生没有买过名牌包 然后就金牛买了两个 你要想说我没有体验过这件事情 真的 可是我觉得就是经历完这些之后 我觉得不是很 不是很负面地去看人生 或是接下来怎样 反而是 我觉得反而更放松更正面 然后很多事情看很淡 可是你可以更认真的去追求 你想要的生活 就那个优先顺序出来了 所以反而现在我过得 比以前开心很多 比以前开心非常多 忠于自己 因为没有什么时间浪费 想干啥就去干啥 对 更快了 我们先进广告 艾婷这个经验也很特殊 你十八岁就到法院告别人了 对 我在二十一岁之前 就告别人告了三次 然后第一次是十八岁 刚好有这个权力的时候 那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呢 我那时候大学大一 然后我就住在外县市 然后好不容易假日回家 中人看到我妹 我跟我妹感情很好 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去买东西 然后在路上聊得好开心 晚上的时候 聊得好开心好开心 怎么突然前面有一个大妈亮刀 她把水果刀到我们两个人面前说 你为什么要讲我坏话 天啊 你知道那个当下 我动不了耶 就是这种紧急的当下 不是都会跟你讲说 要赶快跑吗 或是要赶快怎么样 我其实是动不了的 我头脑一片空白 然后只看得到那个刀 就在我这个面前 我想说天啊 我真的要死了 我真的觉得说我吓死了 真的是吓死了 然后重点是我还带着我妹 然后我只能这样子 一直把她往后推 但她也停住了 她也没有要往后跑 意思我们两个就停在那边 然后大妈就很激动 你为什么要讲我坏话 你为什么要讲我坏话 然后我就只能 当下只能说我没有 但是我只挤得出这三个字 然后我们就停在那边 停了超级久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那个又是晚上 又很黑 然后我们就这样僵持在那边 然后后来就是 还好现在那个外送 有一直在送 对 而且这件事情 就发生在我家楼下 我们只是就下楼 然后就遇到这件事 然后那个外送的大哥 就走过来说 你们在干嘛 他也很激动 然后那个大妈才这样 又转到那个大哥那边 天哪 然后大哥说 你先守起来 我觉得大哥 真的是谢谢大哥 很镇定 见过 对 见过世面 他就把他就收起来 然后就问说 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说 他们两个在讲我坏话 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他 我们真的没有看到他 然后后来就是直接报警 就这件事就直接报警 然后警察来 然后警察就说要不要告他 我就说需要告他 然后这个事情是 又拖了一段时间 就是可能要进法院什么的 对吧一个程序 然后就进了法院 只有十八岁 那时候真的十八岁 然后进去之后 他还请律师 他还请律师 然后那个时候 法官就说 因为人家有思觉失调 所以这件事就缓缓 然后我直接在法官面前 泪崩 因为我觉得说 很委屈 很恐怖 那个时候我只要走在路上 我都觉得随时有人要 过来攻击我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怎么可以这样子 就这样子放过 但是也不能怎么样 但是后来就是有听说 他除了有这样子 挥刀的行为之外 他还从他们家楼上 然后看到一楼有人 他砸花瓶 就是他做了一系列的事情 对 他是病人 所以有 虽然有请律师 就是都是还起诉 就都没事这样子 这个应该要去治疗 对啊 你二十一岁的时候 因为诈骗又提告 对 二十一岁又因为诈骗 因为我们就做这一行 就会遇到很多什么互惠 对 衣服互惠 然后他就来找我 然后又是精品 我就想说 好耶 好棒哦 我现在已经开始 可以接精品了 又是另外一个级续 我就好开心 然后我就没有想那么多 他就说 那个衣服是要从国外进来的 要我缴关税 第一次是先缴关税 就几千块 我想说 好吧 那就给他吧 然后我就缴过去 他说反正等衣服来的时候 再全部还给我 我就说好 然后又过了大概半个月 他就说 现在衣服进不来 是因为对方那边说 要有财力证明 但是我就觉得说 这种东西很正常 然后他又说 他之后会还给我 因为好几万块的衣服 对 我就想说好 没关系 他说还给我 然后还会再多给我一些配 因为我帮他拍了衣服 然后放他出去的话 他就给我配 然后我就汇了 又几万块过去 你几万块都购买那些精品 对 而且其实我是学生 就是我辛苦打工的钱 但是我就真的没有想太多 然后后来汇之后 我就说那什么时候衣服会到 就再也没有人回应我 我马上隔天打一六五 我说我被诈骗了吗 他说是 那赶快去报案吧 所以我又告到 那个警察那边 然后他们警察那边 就是帮我调查 但重点是这件事情 耗了两年 我大概真的是在 前一个礼拜 还收到那个 法院的信 就是不止我一个被骗 然后就是好几个列出来 好几个女生这样子都被骗 然后都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后来发现 转出去的户头 这个人也是不知道 他自己的户头被用了 对 他是卖账户 他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对 他就是一个 他也是被 像针 就是那种工作 他只用这个骗这个 这个骗这个 然后所有的户头 都是无辜的人的户头 对 所有全部人都不知道 他就是 他只是提供了他的账户 因为他们说要转那个资金 转到这边 然后他只要再转出来 然后可以留给他多少 雇用金之类的 所以钱后来是没拿到 对 那时候上网查 我还想说好有希望 因为之前人家都是诈骗 然后可能告了 然后就可以跟银行要钱 但是我这次好像 没有 在台湾诈骗 很难拿得到钱 对 而且这个层层的 在很多网站的国外很困难 所以大家不要再随便被骗了 也不要随便加赖 只要跟汇钱有关的 就是不对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 然后汇钱之前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就要打165 因为他们都会直接跟你讲说 不要随便给别人 你的个资跟你的账号 对 真的 你在韩国也发生一件 心力交瘁的事情 对 韩国的医院吗 不是医院 不是医院 对 对 我们刚才 泰国 埃及 然后现在讲韩国 但这不是跟生命有关系的 还好 只是把我自己搞得很累 就是我那时候 自己一个人去韩国玩 然后去那边找我的朋友 这样子 我想说好 反正就搭个连航 但是韩国的连航 它不算一个航下 它就降落的时候 它是一航下跟二航下中间 所以它没有航下 然后那是COVID刚结束去的 所以那时候去完 你就要填那个健康声明表 然后填完健康声明表 我就把我的行李忘在那边了 然后我就做那个 像航空航 就要到一航下或二航下 但是我一搭上去 就是一结束之后 我就发现 对 我的行李在那边 很简单嘛 只要回去 坐完那个航空 就可以把它拿起来 然后我就跟那边的警卫 有点像警卫的方式 我就想说 那个我的 就是用很烂的英文 因为他们都听不懂 所以要一个一个字慢慢讲 然后闭手话讲 我的行李在那边 然后就是在那个桌子底下 我就说 人家真的看得懂吗 他已经变一个舞蹈了 他有一次韩国少女 台女的舞蹈 他有不同的翻译吗 他可以翻在韩国 太急了 我想说很简单 因为他就是只要回去就好 他说 听不懂 然后就又找了两个人来 就变成三个人 一起来处理 我说 我的行李在那边 反正这个处理很久 对 这个行李在那边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是单程的 他不能回去 他就说 但是外面有那个失误招领 你可以去问 我想说好 赶快赶快跑去那个失误招领 那失误招领 就是大概在托运的那个位置 然后我就问他 英文比刚刚那个警卫更烂 中文 英文 韩文 三个语言一起加上去 我的行李放在中间这个地方 的桌子底下 又就重讲了一次 结果他就说 就在那边耗了快二十分钟 他就说 我们这边的失误招领 是处理飞机上的 所以在机场内的 全部都不算 然后我就想说 他就说 但是没有关系 还没有关系 外面还有一个失误招领 就是整个机场的 我想说好 然后这个时候大概已经十点半了 然后我过去 他就说我们这边只开到十点 所以我刚才跟那些人耗了半天 其实如果只要出来 可能还有机会可以拿到我的行李箱 他就说 没关系我这个名片给你 那你就是明天我们早上七点 机场就开了 你就再打电话来 我就说好 隔天早上打电话 马上七点还设闹钟打电话过去 他就说 好 我们知道你这个 就是用很烂的英文跟他讲 他说好了 我们知道说 你的行李箱在那边 但是我们这边 是要等别人把行李箱拿过来 我们才会通知你 你跟我讲这么明确的细节 细节跟我们的位置 我们不会去帮你拿 他不会去帮你找 他不会去帮你找 清洁人员也会拿吧 清洁人员会帮他 他不会去帮你找 而且里面有我的SIM卡 我的化妆品跟我的GoPro 然后去韩国 怎么可能不化妆 对啊 我真的心超痛的 确实你连航没有这个服务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连航的问题 但是因为他就不是一个航下 那你自己可以回去找吗 不行 回不去 他就是一个单程的 天啊 对 然后 你要先回台湾再搭回韩国 是什么 就可以 我一直在想到底要怎么办 真的头超级痛的 然后这件事情很荒谬 我后来找到了 怎么找到的 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要来韩国 我们是完全不同的 不同的团 他也是自己来 他就 我就问他说 你是坐连航吗 他说是 我是坐连航 我说太好了 拜托你帮我看一个东西好不好 就是你们要填健康声明表 那个地方 你帮我看一下 那个桌子底下 不要再讲一次 不要再比 那要讲中文啦 不要再比 还自信平衡啊 心理箱有没有在那边 他就说好 他就说他晚上就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去汉真木 我还是玩得很开心 因为我还别找 汉真木的时候就全身裸提 他打电话过来 说这里的行李箱啊 我这边还有照片 找到了 还在那里 就真的在那个 真的在那个 桌子 看到这个照片 你刚比得多理解 我们刚才也看不到 你在讲什么 等一下 重点是 你有没有看到有一堆东西吗 全部人不见的东西 他们都堆在那边 他们完全没有要拿去 那个失误招领的地方 对 我跟你说 韩国的治安非常的好 因为我去韩国也是 蜡手机 蜡钱包 在他们的沙发上 但是韩国人跟我讲说 就当放在那边的东西 他们都不会去拿 所以你只要回去哪 回去那个地方 原地找 就会找到 但是这个地方回不去 回不去 所以我想 所以我要从我朋友那边 然后他就说那边有一个人 就是也是一个警卫的概念 然后他就说 我就说你赶快帮我直接拿出来 我等一下去机场找你 这样子 然后我还跟那个警卫视讯 我就说 那是我的袖子 那是我的 然后他就说 不可以 不可以拿走 他就说我们这个会帮你拿去 失误招领 我就说 好 你说的 我相信你 隔天再打电话过去 又是打电话到那个 失误招领 他们就说 没有啊 没有这个行李 天啊 真的是关了 我是没有这个行李 我就说 不可能 我的朋友已经在里面找到了 他说 你怎么可以在里面找到 他还反问我 你怎么找到 你怎么找到的 然后我就说 就是在里面这个地方找到 他说 好 那如果他们有送来 我们再打电话给你 不是 你朋友不能把它拿出来吗 不行啊 他就说 他就说那个行李箱放在那边 很久了 他居然说很久 我才去四天 他说很久了 我就说好 然后之后终于 那天的晚上五点 打来说 行李箱来了 你可以来拿 但是我在韩国只剩一天的时间 那天就穿大浓妆 我先用 五条的装装 放在脸上 哇塞好崩溃 真的是 真的 超级心累的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被搞成这样子 旅游真的很多的番外篇 我们进行得到很多的启发 到医院记得要杀假 然后出国的时候 记得行李箱要自己顾好 身体要先顾好 还有还有当然这个 明天跟意外 谁先来真的不知道 我们就努力地活在当下 好好的爱自己 也要顾好自己的健康 希望大家都过得很快乐 拜拜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